忏悔得心静,忏悔得安乐 有些的错误你犯错了以后 你就算后悔都没有用 因年过去就不再回来 所以我们应该在你今生生命还在 你还有选择权利的时候 你最好静下来想一想 你将往哪里而去 既然我们还有无量的生命 我们就要面对 而且我们暂时不能到灭盘去 我们的选择其实不多 就两种选择 收破世界跟极乐世界 到底你该何去何从 我觉得你现在就要决定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第一段话 我们简单回答两个问题 请考老师时悲开始 既卸托的阿罗汉跟慧卸托的阿罗汉有不同 当然阿罗汉就叫卸托 阿罗汉的智慧是相同的 都是正的我空的真理 所谓的无生的道理 但是呢 慧卸托的阿罗汉 他禅定比较薄弱 他可能是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就我公关 就成就阿罗汉 那禅定不够呢 所以他的神通道理是不够的 你问这个阿罗汉 明天会不会下雨 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是会卸托嘛 但是有的阿罗汉有神通 但是因为禅定有不同 所以既卸托就是他有禅定 所以他有三明六通八卸托 主要的差别在禅定 第二个 法子慈悲 弟子的长度是男女共住的道理 那么弟子有另外一个道友是独住的 请弟子去跟他共住 这个道友为出家以前是信仰一贯道理 出家后呢 将原本所供奉的金母娘娘 供候在佛菩萨的旁边 请示法子 出家人这样做有没有犯到戒律 如法吗 弟子听中有些国外不知道可不可以去跟他共住 请防止再回答 就是你这个道友以前是修一贯道理 出家以后就把他所皈依的禅 金母娘娘换在佛菩萨的旁边 当然如果他把金母娘娘当上佛菩萨的附法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 现在我比较关心的是 不是说他把金母娘娘放在佛菩萨的旁边 是他的内心当中有没有一贯道的思想在里面 就是他外道的思想是不是改变了 就是这个问题 佛菩萨不排除外道 但是你要先把佛法的根本之间建立 你把这个佛法的果空法空现前一面信心的道理 通达了 通达出法实相 所有的外道法们 基督教的圣经都是一个你的方便 如果你刚出家的时候没有彻底的大使一番 你就学外道法 你很容易受外道的影响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你刚出家不要资助了 你最好出家十年以后才去资助 诸位你知道你最大的敌人是谁你知道吗 是你自己 我们很难克服自己的烦恼 你说我每天一定要什么时候拜佛 什么时候静静 什么时候静坐 你把这个目标设定以后 你要知道 你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在一个空白的内心修行 你是在一个你内心 攘满了很多很多万小烦恼的心中修行 他不断的会干扰你 会障碍你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那么守规矩的去做天课 大宋不同 这个板打了你不去 不能去你要他去 因为你没有前所依静 大宋的威德力 一中靠中 除非你整个修行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性 修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我时间到了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拜佛 时间到什么时候该打坐 时间到什么时候该看静点 你的整个生命的持终 跟在佳基斯的整个阴影 完全脱离了 你可以说是 从外表到内心 是道道道地心的出家人 你可以做毛病 因为你在大宋修行跟个人修行完全一样 如果你的身心世界没有彻底的扭转 我建议你住大宋的身材 我建议你住大宋的身材 他会使你你在心中的正念以外 你跟反导刚好打成平手的时候 外面有一道的大宋力量加持你 有时候这第三种力量是很重要 因为你第一个力量 我要去拜佛 另外一个声音不要拜 今天休息一下 两种声音在抗拒的时候 第三种声音会出现 就是打板的声音会出现 这个时候 把你跟他纠缠不清的感老是平衡的力量 加你一把力量就过去了 其实往往休息在一念之间 但是这一个念受了很多音源的影响 包括你平常的直观的力量 包括你过去信息的烦恼 这两种抗拒 还有第三种外在的身材的加持力 你去住毛统你只有一种力量 你心中的正念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力 上公主讲一句话说 住毛统 那是一念之间的问题 这句话讲得很含蓄 但是有真意 就是在一念之间 因为为什么一念之间呢? 住毛统的话 谁能够管你呢? 你想想看 你是一个大体教你 谁管得住你啊? 你在生团 你当一个念头 你不一定做得到 你就像你当一个恶念 你不一定能够做 因为他很多的遮障 你住毛统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一个念失控 你就去做 就完了 因为你太多的遮障 都把它撤离以后 你得到的自由 但是你也失去的保障 你想想想看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两遍的 他当然你自由 但是他也保护你 当然 这当中的取舍 就看你的公义到怎么成就 那么当然 这个我不能回答你 到底是读住好 或者是分寸好 看你自己的程度 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下下五十长步再来回下 下下五十长步再来回下 下五十长步再来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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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五十长步再次进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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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说阿弥陀心 和尚里名慈悲 这位法师 这位基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奖励 第十面 心恶化无情深 我们这一课是讲到 广臣彼土 益胜妙果 以己信 从本经的介绍 我们修起信徒 你第一个转门 就是你要对极乐世界 升起真实而不可破坏的信心 那么这个信心的内容 从本经的经文上来观察 是有两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对果地功德的信心 第二个是对因地的修行的信心 那这个果地的功德呢 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建立信心 第一个极乐世界呢 它是一种受用出胜 也就是说 在极乐世界的壮生啊 你那个明了的心事啊 跟外在的人事人员接触的时候啊 吾有众苦占受诸了 就是说它提供你一个 非常安稳的一个 身心世界的环境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 在林子大师的解释啊 说是凡夫的修学啊 必须要生安而后倒冷 所以我们凡夫的心情啊 你在这个动荡 扰乱的环境啊 你的戒定会很难增上 比如说你虽然很用功 但是环境动荡啊 你用功的功德 刚好这个动荡的情况 刚好抵消掉而已 所以这个初心菩萨 他一定要先求身心的安稳 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娱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他所规划的 就是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一种身心世界 就是一个安稳的一个世界 这个我们叫做受用书胜 那么第二个叫做造业出圣 那我们今天到了极乐世界 它不共于初天的一个最大的特别 就是它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 两种的资料 你看在这个经文当中说啊 供养他方持败义博 那么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极乐世界在积极福德之良这一部分特别的出圣 那么到了这个经文的后面 有情无情同宣妙华 到极乐世界去经常能够听闻佛法 来增长你智慧的善根 所以极乐世界 我们在思维果地功德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它的受用出圣 第二个它的造业出圣 所以我们在觉得一个果报题的时候 当然受用跟造业都很重要 那么就是从经文当中 首先我们要深信极乐世界的果地功德啊 是十方世界所少有的 十方三世佛阿弥陀地 因为他所提过的果报题 受用特别殊胜 他所接及的这种福德智慧 还有两种之良也特别的出圣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思维果地功德的时候 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信息 其实我们要深取对净土的因地的信息 那么这个一个殊胜的果地是怎么成就呢 当然本经当中强调名号功德不可信 就是你在佛堂当中 人恋的心本质不可思议 所恋的佛意不可思议 那么就在这样子 人恋所恋相应的时候 恋恋成就如此功德上有 这个事情你要深信不疑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正式的后面讲到 在支持名号之前 你应该有的心理建设 就是你要相信 果地功德不可思议 因地的名号也不可思议 所以你看在经文当中 佛陀有四次的告诉我们 极乐佛土成就如此功德庄严 那在角度上的经文是干什么呢 第一个告诉你 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庄严 是你要深信的 第二个他因地的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 所以合起来极乐佛土 那么能够成就如是的功德之所庄严 佛陀仇悟的四次来做终结 就是要你一再一再地去建立 对禁主因果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 叫做化无情真 那么我们讲到积极这个智慧的思量 那么在本经当中讲到的两种的因缘 第一个是有情的声音 一个有明了性的鸟类 所发出的这个佛华的声音 那么这一下讲到没有明了性的 一个无情的事件 他也会发出一种声音 那在当中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把它分两段 第一段是正名化无情生 第二段是世所得利益 先看这个无情的声音 摄利佛比佛佛土微风吹动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讲出这个 他这个无情的声音是怎么来的 那么佛土告诉摄利佛说 在其他世界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经常会有这种微风吹动 微气的风吹来吹去 那么吹动什么声音呢? 他吹动了这个宝树 跟这个宝树上面的罗网 就发出了微妙的声音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前面的鸟类的说法 是一个极乐世界的众生 到这个森林当中去清醒的时候 他听到了鸟类的说法 所以升起见佛烈法烈生之行 那这段经文这个宝树罗王 前面说过 宝树罗王是极乐世界 众生的一个居住的处所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众生 他是在自己疗房当中 可能在那个地方静坐 或者在疗房清醒 那么他并没有到这个森林当中去清醒 他是在自己的疗房 那么在这里疗房当中 他也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微风吹动的宝树 也带上了宝树上面 珍宝所成的罗王 那么这个时候发出了一种微妙声音 那么这种声音呢 譬如百千种叶同时居住 也特别的微妙 特别的丰盛 那么这个地方先说出这个声音的由来 这一下说明这个声音 我们听到以后有什么样的利益 文字音的自然接生 练佛练法练神秘区 那么身为一个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在联合当中清醒的时候 那么他听到的这样子的声音 就很自然的 这个自然在这个 古德解释说叫做任命 他就很任命的不假作义的 就升级的一个 练佛练法练神的一种正念的事情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看这个副表第七 看吼卫大师 这段经文有什么开始 那么我们看这个普通讲表第六面 副表七 那么这一点呢 这个标题叫做 有情无情同圈妙华 我们看我主的开始 始终显维风素王等音 其一切一正甲质 当体即使阿弥陀佛三分四的毫无差别 那么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 森林当中鸟类的说法 鸟房当中维风所吹动的声音 那这当中其实有它甚深的含义 就是说 这样子到底 释迦彭陀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那么吼卫大师就把这个经文 把它开拳选出 他说我们从这段经文 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呢 极乐世界的回风 那么它所吹动的保住罗网这个声音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极乐世界的真相 就是把这个声音把它广泛的去观察 就知道乃至于整个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 假法施法 这个假法就是法成 你在极乐世界跟外星接触的时候 心中的这个影像 那么这个死法就是全五成 那么这样子讲呢 我们可以知道极乐世界的整个射身相位处 这整个五成的境界 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三身四德毫无差别 也就是说呢 整个极乐世界是弥陀的心境法身所变现的 它绝地不是一种业意所感的世界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参照莲子大师的书超 他有一段的说法 他说 莲子大师在这个有情无情同仙妙法的地方 他引用这个龙树菩萨的制度论 他说这个制度论讲到 世间上有三种珍贵的虚有的宝物 第一个叫人宝 就是这个转轮圣王所拥有的魔力宝珠 那么这个人宝呢 他能够使你所求如愿 你现在需要一个车子 你向这个魔力宝珠请求 它陷入一个车子 你需要一个房子 它陷入一个房子 这叫人 就是在人当中最出胜的宝物 就是魔力宝珠 那么在高一集叫天宝 就是这个天人由于过去的善业 他有这个宫殿 那么天人他能够依止这个宫殿之宝 能够承办事业 这个天人达到脱佛世界 要供养佛陀 他做的这个宫殿之宝就能够来到脱佛世界 那么做这样的缓缓 所以这个天宝呢 能够承办事业 那么第三种是最出胜的叫佛宝 他能够到脱佛世界宣扬佛法 一个是所求如愿 第二个成办事业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宣扬佛法 开启你心中的智慧光明 所以连世大师说 极乐世界是处处是佛宝 你看到这个微风吹重的宝束 这个就是佛宝 因为为什么呢 他就是在为你说法 你看到的鸟类 你看到这个鸟 他不是畜生 他也是佛宝 为什么呢 他也是在为你宣扬佛法 所以我们从这段有情无情同仙妙法 我们可以体验到 其他世界的人民 他不但是一种安稳的火爆体 重要的是你在极乐世界 你等于是经常的跟佛宝接触 也就是说你整个大乘的智慧三根 你一天一天的过去 一天一天的增长 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 这就是这段经文 有情无情同仙妙法的真实意 我们身为一个修行者 你经常会注意你内心的状态 你很快的就知道你内心当中 有两种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一个妄想的功能 第一个是你胜念的功能 如果你有在观照内心你就会知道 你说怎么知道有这两种功能呢 你回忆一下你平常生活 你遇到要重大抉择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你的内心深处 一定有两种声音出现 保证 第一个是妄想 就是表神的声音 告诉你这就是该怎么做 当然这个妄想你就不要吞顺他 第二个是你在佛法当中 你在课堂当中 听闻佛法 产生的一种观照的抉择力 这个就是你的善根 所以我们一般人 跟人事接触的时候 你的内心 会出现两种声音的 第一个出来的 识觉一定是妄想 大部分都是妄想 然后你静下来 再拜托 想想看 慢一点 不要动 所以修行人怎么自己 千万不要轻挤妄动 因为你要把你内心的善根 他还会释放一个声音出来 那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就是善根都妄想不算得对峙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要去 我们不要去奢望 妄想不来干扰你 这不可能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加强你的善根 就像 这个房间很多黑暗 你不可能要黑暗不出现 你唯一的就是加强光明 而这个光明的出现 就是靠佛宝的力量 我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佛罗门基士 这个基士叫做 英乳同基士 那么 这个基士当然他信奉佛罗门教了 那么 生长在一个大富的富贵长者的家庭 后来他喜欢上一个女众 就跟这个女众要结婚了 那么在结婚的当天 释迦摩尼佛就领着阿难尊者 到这个他结婚的地方去托伯 当然这个佛罗门这个英乳同 是一个大富贵的家族 他结婚可就不是小事了 他请了很多的佛罗门的师傅 到他家来运供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说 你去跟这些佛罗门法师说 英乳同今天得度的人也成熟了 那么阿难尊者就 就这个 拿着这个 就听了佛陀的开示 就到了这个英乳同的门前 就跟那些佛罗门法师说 我的老师佛陀说 今天英乳同得度的人也成熟了 这个佛罗门的那些法师 听了就哈哈大笑 说佛陀实在会讲话带过自夸了 英乳同今天明明要结婚了 他是马上要结婚了 你怎么说他得度应验成熟呢 他是结婚要过自俗生活的 但是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 有一个佛罗门的师长就说 说我们今天不能够亲自佛陀的话 我听说佛陀所做的话都会灵验的 那么大家就产生警戒 那怎么办呢 就英乳同是我们这个佛罗门的大父母 他要是被佛陀顾走 那就麻烦了 好有办法 大家手牵手啊 就把这个英乳同啊 把他围绕成七天 大家心想啊 只要能够让这个结婚典礼啊 顺利的过去啊 哎 这件事就好了 那么在这个结婚之前啊 按照佛罗门的规矩啊 要先礼拜这个大凡天 跟他们的根本上司啊 根本的本尊啊礼拜 来祈求福报 那么英乳同正到这个礼拜的坛堂以后啊 就很虔诚的礼拜太阳 那么他拜了几拜以后啊 太阳当中出现一个老人的影像 大家很有感应哦 要继续拜下去 这个老人影像越来越扩张 来到他的面前 白髮苍苍啊 手持手杖 那么这个时候大凡天就跟英乳同说啊 英乳同啊 你人家今天是这么热闹是怎么回事啊 英乳同有点不好意思说 哎呀 大凡天啊我今天要结婚啊 那么这个大凡天就问他说 那你这三千斤是怎么分配的 他说我一千斤啊 就是准备这些今天的饭菜 另外一千斤呢 就是供养这些来参加的婆罗们的法 第三个一千斤呢 是当作给女方的一个聘金 这个大凡天王听了以后说啊 英乳同啊 你前面两个事情啊 我觉得做得很满意 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 但是你这个第三个一千斤啊 给女方做聘金啊 我觉得做得不恰当 你问我说那这怎么会不恰当呢 大凡天王说啊 你没有仔细的想清楚 你用一千斤来娶一个女众 你要想想看 他的头发是多少钱 他的眼睛是多少钱 他的眼睛是多少钱 他嘴巴里面的口水是多少钱 然后你把他的身体拨开 你看到他里面的心肝脾胃胜 柔血死尿是多少钱 这个时候英乳同他这么一人 我们一般人是活在妄想当中 但是在妄想当中 他后面有一个善根 他一回观缓照的时候 就把他的善根触动 所以说一触动的时候 他这一回观缓照啊 当下正着出国 然后呢就 看到大凡天很感激啊 拜下去的时候 大凡天献出 他的本来面目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的佛陀 佛陀就 抓着英乳同的手啊 就在这个 大家感到很错愕的当下 就从天空飞到生存去了 后来也正在阿罗汉谷 那当然今天我们从英乳同得度的阴影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个真相 就是 英乳同在他这一集生命当中 他的烦恼是现成的 但是他为什么从烦恼当中能够卸透出来 当然你会说他有善根 这个我们要承认他有善根 但是有善根的不是英乳同而已 很多人都有善根 我们应该要去了解 他遇到的佛宝 他遇到的佛宝 也就是说 你有善根 但是你必须遇到佛宝 你才能够把你的善根 启发起来 其实我们大家在位做之后 大家哪一个人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你会坐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被幻想缠绕呢 窥之不去呢 但是我们若不是觉得佛宝的力量太薄落 大部分地道都是妄想的定居 你如果研究过维世 你就知道众生的悲哀在哪里 这个走线相勋 我们过去 找了一个妄想 一个希望的心是造的业力 结果这个希望的业力 又成就一个希望的果报 静有心生 如果这个希望的果报 又牵动你希望的妄想 静有心生 然后你又轻随进转 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过去 我们都是用妄想来造业 得一个希望的果报 现在这个希望的果报 又让你打妄想 我不知道诸位你在这常生活当中 你跟人事音乐接触的时候 你是自然升起练法练法练生之心 还是自然升起无名妄想之心 我告诉诸位好了 你要升起练法练法练生之心 至少要三十分钟的用功 你不是自然 你是非常不自然 你要到佛堂去 看到佛像 不能拜 要他拜 刚开始就是 勉强自己 拜了几段 慢慢孙了 孙了以后 心中的正念变主流 但是妄想还在 这个时候你心肠觉到不随妄想 心中继续练你的佛继续的拜 差不多三十分钟以后 心中的善根正式的现前 妄想开始退到后面去 要三十分钟 才能够身体练活练法练生之心 然后你从佛堂出来的时候 你花了一个小时 又依照一个不如意的真实 花一个脾气 善根全部消失掉 从佛世界就是这样 因为你 因为你活在一个希望的环境 祝国要知道 你不是说 你不是生长在一个 当体救治弥陀的三分四分 不是的 我们现在生长的环境 是一个希望的环境 而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成佛之道 你所选择的环境 对你的善根的增长 是有很大影响 我们今天选择一个不好的环境 那么你在修行当中 你光是为了抵消这个环境 所产生的干扰 你一天的光刻 刚好跟这个抵消 打成平手位 今天没有进步 也没有退步 像是不错的 所以 这段经文 你不要去忽略 有情无情同缺妙法 就是说 正如廉事大师说的 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佛宝 那么它基本上 不会刺激你产生妄想的阴影 那么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回到经文来 那么 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极乐世界 它如何能够栽培智慧的善根 从这个有情无情的同缺妙法 大家就知道一个大纲了 好我们看这个庚二的总结 瑟利佛祈佛国土成就徒是功德庄严 这个地方是第三段的总结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你修信心修灰 所以你要相信极乐世界的这种果地的庄严 这个地方的庄严指的是有情无情同缺妙法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这样子的庄严是你在明后的功德当中练练成就 所以这段经文的萧文是说 瑟利佛你要知道 极乐国土是成就如事的练佛功德之所庄严 你要深信不疑 那么这个地方是把我们这个信心做个总结 我们看下一段的顶二正宝庙 那么前面的经文都是扣着整个摄身香味处 这个五层的国土 来说明极乐世界的这个因果的殊胜 这一下我们开始关心 这样的国土到底住些什么样的人 一个正报一个又明了性的一个人 这个地方讲到人的书生 那么这个正报的书生有两段 第一个真是名号 第二个别是主犯 我们先看真是名号 先有一段的真问 看经文 瑟利佛已如意迎合 彼佛何故好阿弥陀 这个本经的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几乎没有人能够问 我们看经文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夸问的 也就是说没有人敢讲话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释迦牟尼佛在自问自答 那么佛陀招呼的射利佛说 你的义是怎么样 那么极乐世界的佛 是什么一年能够安逸住阿弥陀呢 提出这个问 当然这个问题射利佛不能回答 佛陀就自己回答 那么回答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是讲到光明 第二个讲到寿命 我们看光明 射利佛 彼佛光明无量 照是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那么身为一个佛 这个地方的彼佛 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的佛指的是硬化身 就是由这个清净的法身 依止这个艳丽 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六波罗密的施粮 所创造的一个一席的硬化身 那么这个阿弥陀佛的硬化身 他的光明啊 特色是无量 阿弥陀佛就是光明无量 他第一个 那什么叫光明无量呢 这一下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是无所大害的 他的本质是没有大害的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上的日夜光明啊 你遇到墙壁的时候 光明就照不过去 他会被物质所障碍 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啊 任何的东西乃至虚明山 都不能障碍这个弥陀佛的光明 他无所障碍 第二个他的量也造实方国 这个是很特别的啊 世家摩陀佛的光明啊 世家摩陀佛的光明啊 他的旁边的光明啊 他所谓的这个常光啊 世家摩陀佛是造一有寻 所以你要是离世家摩陀佛差不多一有寻啊 你就看不到他的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是造实方国 他的量也特别广 所以他的指是无所障碍 他的量是造实方国 那么身为一个硬化生啊 他具足这个造实方国无所障碍 所以他有资格成为阿弥陀 这一段经文在古则解释说 他说这个佛陀啊 对众生的教化有两个方便 第一个是说法 这个人没什么遮障 直接说法来启动他的善根 第二个 众生有善根但是也有他的遮障 所以佛陀呢 先显神通 而佛陀所显的神通 主要的就是放光 所以在无量寿经上说啊 我们能够蒙这个弥陀的光明所造设 使令我们身心调容 你要看一个初学者 你看我们初教宋最清楚 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刚出家 是世修行的老太 你看这个人个性刚强 内心很紧绷啊 这个人他的业照还没有颤足到一个程度 一个人他业照相处的第一个特色 身心调容 如果是会败过窜你就知道 那个最上限前的呢 他就是内心刚强 刚强的时候你跟他讲佛法没有用了 所以佛陀先放光明 来为他破障 所以这个光明本身有破障的作用 当然每一个佛都有光明 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特别俗成 到此放过 在这个台大有一个见记系的博士 他做职业 就是说你一个人啊 在一个磁场当中去测试 你平常打妄想人啊 你的身体没什么光明 但是你要专注 你的身体就有光明 如果你在专注当中又烈阿弥陀佛 那你的光明更大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 那你这个光明哪里来的呢 就是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有八万四千好 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骗照 练佛重生摄取不成 所以 主要知道 你看那个 那个练佛感应里面 就讲到这个公案 有一个人他到一个黑暗的地方 那个房子很多鬼神 后来他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自己放光 当然他自己看不到 鬼神看到 这个都鬼神看到 他不敢靠近他 所以 我们心中念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 你跟佛号一感应到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 弥陀的光品开始了 加持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在整个十方佛当中的第一个特色 他的光明特别出现 这是第一点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今天在修本尊相应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本尊 他的特殊功德在哪里 第一个 他的光明 第二个 他的寿命 我们开始经文 叫瑟陀佛 彼佛寿命 极其人民 无量无边 阿生集结 顾名阿弥陀 那我们在修静徒的人 当然你以阿弥陀佛当你的本尊的所观济 那么 本尊的功德除了光明以外 第二个是他的寿命 特别出生 我们看经文 佛国招呼的瑟陀佛说 彼佛寿命 极其人民 那么这个丢的彼佛指的是一个硬化身的佛 那么阿弥陀佛的硬化身的寿命 这个下面这一段很重要 极其人民 就是这些往生的众生 他的寿命有多少呢 是无量无边阿生集结 这个无量无边阿生集这三个都是很大的数 但是再怎么大 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有量的无量 只是说这个数量太大 当然这段经文 对我们比较关心的应该是彼佛受命 其其人民 我们可能对人民的受命很重要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极乐国土的果地功德 我们前面说过 他是受用的殊胜 他是造业的主动 那么当然我们在研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关心 那他的寿命有多长 因为所有的功德一定要以寿命做基础 你说你现在 你说你现在身体很快乐 你修体也很得力 但是你没有受命了 你死掉了 你这些功德都消失了 所以我们开始在关心 那阿弥陀佛提供我们这个寿命是不是够长 就是无量无边阿珍继续 诸位如果你今天是选择在娑婆世界求真上正 其实你要面对的这道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并不是娑婆世界对你的干扰 这个干扰你修行正面现前都不是问题 你要面对的这道问题就是寿命的问题 这个分断生死对你产生的伤害太大 你二十岁出家 修到八十岁 修了六十年 正是你修行的黄心之断 但是你死掉了 死掉以后脱针在印度 好不容易又被找到了 开始修行 修行到正好的时候又死掉了 又死掉了